無言通行以家庭為主 今次民委會找來八位國小合同 以他們的角度記錄出來阿公阿嬤的客家對話 出版客家當年 老告書回本 是今次政府出版的第一本客家書 作為今次未來國小客家無言通行家學修容 所以應該有它的時代意義 那我認為大概第一個 就是傳承我們客家的文化 從繪本裡面可以看到客家的典故 各種故事的典故 生活等等 我想裡面都是客家的文化 第二個應該也可以去傳承客家的語言 因為你看在講故事的時候 吳行中父母親就可以跟小孩講 那個客家化的傳承會有大的幫助 我一直深信語言的傳承最好的場所就是在家裡 就在家裡 那有時候如果這個故事繪本 阿公阿嬤也可以講故事給還沒有念書的小朋友 所以那個語言的學習會很棒 我想這是第一本 未來我們希望陸續有這樣的繪本的產生 讓台南市客家文化的保存跟傳承 能夠越做越好 擴大協同使用客家化的機會 拋裝引玉 發揮家庭傳承客語的功能 特別出版 台南市第一本客家兒童繪本 客家童年老故事 這本繪本是利用協同 與客家長輩 相互的反彈互動 尤其是阿公阿婆 與孫子細說照片故事的過程 經由協同撞寫成生動的文字 服役色彩豐富的插畫 並加注刻意來翻譯 讓協子宛如進入時光隧道 自身早年的情境 在潛移默化中認識 感受客家人的生活與文化 這本小子 總共是一項37篇 客家故事 來容定現了阿公阿嬤 少年時期的生活記者 一直對著故鄉的思念 當時也表現出 恩生的祖孫志情